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月就可以拔了 拔的时候最好是用铁桥挖 因为下面大蒜蛮大个的 别弄破了 这个是大蒜 这么多大蒜 刚刚这个已经剪下来了 收获大蒜以后 我们来进行第一步的清理 脱离叶子剪去 剥皮 这个时候皮要看比较脏的那一层就剥掉 也可以留住一点嫩皮 然后把下面的须须根部也剪干净 根部有一点难剪 需要用一点力气 剪完以后进行清洗 我们用大概一个tablespoon的盐 加水把大蒜浸泡24小时 这样可以除去大蒜的辛辣味 浸泡24小时以后 我们进行清洗 有时候呢 刚刚收的大蒜 它里面有一点小的虫子 这个时候把它洗掉比较好 这些虫子没有问题的 只要洗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洗完的大蒜 水分瀝干 我一般用salad spinner 这个来脱水 非常方便也很快 大家也可以把它晾在阴干处 自然晾干 晾干以后备用就好了 我呢 把我自己种的这个白蒜和红蒜分开来 这个红蒜应该是没有白蒜好吃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看看30天以后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准备 腌糖醋蒜的料 我们需要的工具有两杯 用哪一种都可以 还有糖 盐和白醋 Vodka或其他高度白酒 现在我们要用到了关键的元素 就是Dr. Stella's Recipe 用的是4磅的大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大蒜的重量 来对应调整配方 水800克 盐20克 白醋700克 糖300克 接下来把这些调料放在一起 煮开 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呢 要把它完全放凉 才可以拿来用 好了最后一步哈 大蒜放到瓶里 然后呢 把这个完全放凉的调料放进去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满 一定要腌过所有的大蒜 最最后在风口之前 要倒大概1Tablespoon的高度白酒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瓶子不够紧的话 也可以弄一层保鲜膜 最后盖进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Dr.Stella 美国农家乐 Happy Garden Healthy Life 请不吝点赞